好 现在来介绍一个非常棒 但是难度很高的 名词词句做同位语 什么叫同位语 就是语意 语意就是内容 内容相等 这个叫同位语 那么要怎么判断 不用怕 这个看起来很难 其实蛮简单的 它前面一定会出现的ideal 这个想法 the fact 这个事实 the truth 这个真理 或者是用the belief 这个信念 如果有前面出现到这样子的字 后面就要接let 词句 let 词句的内容就是讲这个信念 就是讲这个真理 讲这个事实 讲这个观点看法 所以 这边的内容就是在后面 后面就是讲前面 前面就讲后面 内容是一致的 这个就叫同位语 不用怕 它就常常会出现这些字 后面就要用let 词句 所以你看第二项 let 词句做同位语 表语意相等 这个时候不可用quitch 小心 表同位语的一定只能用let 这个在测验题很容易出题 好了 观念讲完了 我们现在做 先看例子 the fact 你看到这个没有 这样就好了 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就在后面 所以句子真正主实在这里 这个是主实 动词在哪里 动词在那边 好 动词在这里 这个只是中间插入一个名词子句 来补充说明这个事实的内容 真正主要子句在这里 主实在这里 动词在后面 这个是名词子句当同位语 同样的这一句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这句完成 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 财富买不到健康 这个事实 is widely accepted 是广泛的 对人所接受的 就是大家都接受这个事实 钱买不到健康 好 第二个 the belief 这个信念 好 动词在那边 是真的 是确实的 好了 什么信念 因为主持写完了信念 谈译不清楚 所以呢 我们一定还要在中间 再加入一个名词子句 来补充说明这个主持 这两个信念是一致的 内容是相等的 因此叫同位语 说啊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最佳的策略 这个念头 这个想法 是很真实的 很确实的 诚实就是最上策 不论怎样 我们都要诚实 好 再看第三个例子 doctor is approve the viewpoint 医生同意这个观点 如果你只有讲到这里说 医生同意这个观点 后面就不写了 我们怎么懂 你这个观点是什么观点 所以一定内容不清楚 在写作上就会有一个概念 内容不清楚 后面就要添加东西 你的观点是什么 马上写出来 你的观点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讲你的观点 所以叫同位语 医生都同意这个看法 这个观点 什么观点 man cannot avoid aging 这个man不是指男人 而是指人类 人类无法避免 aging aging就是年龄的老化 人类的老化 是无法避免的 医生都同意这个观点 好 这样子很清楚了 什么叫同位语 加剧 我们来做这个选择项 第一题 我们we must accept the fact 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你如果只有讲到说 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 没有人知道 当然不清楚 所以后面要加一个内容下去 这个事实就在后面 什么事实 we will all die one day 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 终会去世 因为是一个事实 内容相等 叫同位语 反正不管怎样 同位语的连接词 一定就let 其他不用考虑了 这百分之百错 一定只有let的对 因为这是固定的文法观念 好 再看下面第二题 we all know the truth 我们都了解这个真理 好 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什么事情 马上补进去吧 来说明这个truth是什么 所以这个内容相等 the truth 这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在后面 地球 围绕 太阳 运转 这件事情 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内容相等 这个就叫同位语 同位语 就要用let的词句 好了 经过这样几题分析下来 你就知道了 只要看到有the fact 有the belief the viewpoint the truth 后面全部补充进来的 就叫同位语 连接词就一律是let 就对了 这个重点 你就应该很清楚了 好 下去我们再把这几题做完 第三题 说很多人仍然持有金钱万能的看法 金钱万能 这个看法就是金钱万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many people steal hold the idea 有没有看到ideal 看法出来了 所以后面所接的看法 就叫名词指句当同位语了 我们现在把答案完成吧 let 这个金钱万能 英文的写完就是many is everything y-t-h-i-n-g 这叫金钱万能 另外有一个写法是many can make males go 就是金钱可以使得这个马 这个go就行走 这个mail是母马 英文就是金钱万能 有没有一个这个漫画就是 这个人骑马的人把一堆钱掉在前面 他骑着一匹母马前面就挂了钱 这个母马一看到钱就一直往前跑 他想要拿到那个钱 这个就是这个格言的由来 many can make males go 也就是金钱万能 大家看到钱马就一直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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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地师提我有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我最后会完成我的目标 这个信念就在后面 后面就是讲这个信念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写法啊 现在我们来把它完成吧 I have a belief belief已经做出来了 我有一个信念 什么信念 讲清楚 说明白 这就是同位语 let 我最后将达成我的目标 I will attend 达成my goal g-o-a-l 你如果是讲说达成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my goal of life 最后就是in the end ok 后面的内容就是讲 这个 a belief 这个用the belief比较好 老师改一下 不要用a 用the 这个信念 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在后面 这叫同位语 再看第五题 同位语 我们周末到海边露营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周末到海边 很棒 所以主词是这个想法 所以要小心 the idea 是主词 动词在哪里 动词在后面 it's fantastic 太棒了 但是你如果只有讲说the idea is fantastic 你要是不了解的 所以你这个想法后面 马上要插入一个句子 让你的主词ideal 内容很清楚的呈现 插入进去的 说明ideal的 这个叫名词词句 内容相等 就叫同位语 这样就很清清楚楚了 现在把答案给它完成 the idea let 我们 主词we 录影 go go camping 我们去录影 在哪里 在海边 on the beach 什么时候 周末 就是this weekend and be ok it's fantastic 是很棒的 这个写法 真的很好用 不过难度真的有一点 同位语的写法 好了 老师就很清清楚楚的 把同位语的观念 都介绍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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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